各位同胞 各位乡亲 打个号 因为现在我们这里是晚上了 已经很晚了 可能你们在美国这个时间已经晚上了 那么你们可能是早晨 为了你们大多数中国人都听的是早晨 在这里时候希望早晨起来就唤醒 孙中山说话 唤起民众 革命社会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这是孙中山的一句话 现在来讲 我也是想对两岸的中国人 不管你是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 你是相信中华民国也好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们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 都是指的完整的 都是中国人民 就是古老的中国人民 就是960万的土地 所以在这个土地上 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 中华民国 现在的 就是拿这个中华民国护照 现在呢 只是写的是中华 实际上是中华民国台湾 但是 大陆拿这个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呢 但是它的潜台词 也是中华民国 中央人民政府 大陆地区 这个 ... 这样的一个解释 为什么这么解释呢 中国啊 这个概念啊 是一个 ... 是个 ... 是个 ... 是个龙统的概念 中国和共和国这是两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国 这是在它的实际有个时效性 中国也是一个时效性 为什么说联合国在中国地位 它这个中国是一个整个龙统的概念 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和这个 具体的一个政府的概念和很多朝代都可以叫中国 从七度延寒到位秦 然后从隋唐殷勤到那儿都可以叫中国 这个是个历史的概念 这个两个 我已经嗓子有点牙子 对不起啊 我马上 我得准备点水 谢谢大家啊 好 我现在先不要太分站了 因为这个面部今天讲不完 今天讲不完了没关系 啊 我一定能够给你讲清楚 大家 这个 因为在27 就是2758号决定的那个决议的时候呢 这个 所以我今天下午已经详细的又研究了一下 这个2758号决定 这个决策之难呢 这个起草2758号决议这个 这个联合国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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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笔的这个这个这个判官呢 也是非常动了脑筋了 但是这个他的他的概念 和最后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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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的结果和中美关系的就把它给确定下来了 这里的谁是主张 联合国是主张 不是美国呢 是一个主导者 但是他们在联合国里头呢 他不是最后的决定权是大家的投票表决的 这个是制度表决 制度了联合国的制度决定了 不是那个什么保留不保留 什么的那个 我看了台湾呢 从蒋介石周书凯 到一系列的法官和包括今天那个做那些外交官 对这个中华民国的概念 包括张亚中和马宁九 我们都值得推敲 今天呢 我在这里搬门弄斧 我在想呢 同时呢 我这个问题呢 就也跟大陆也要讲清楚 也要跟美国讲清楚 他每个人 这个每一个每一方 这个方 都在这个理论上呢 都犯了一定的错误 哪个哪个人讲对了呢 石中山的女儿讲对了 叫叫叫叫叫叫叫什么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他说房那个叫在美国制度 那个人我这个这个人 这个人你们记吧 这句话 才是完全正确 所以说 为什么说那个这个李登辉 那个大陆叫中华人民国 台湾叫中华民国 这个这个呢 这个是蒋介石说起 对法律问题的不清楚 对法律的程序 对联合组织 对联合国的决定不清楚 所以我今天来讲一下 这个说这个 这个中国台湾问题呢 应该叫中华民国台湾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大题目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就包括了两个 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个这个他们的对立统一关系的问题 应该叫整个这位说叫中国台湾问题这个是对的 我认为呢 中国呢它包含了两个 就包含了那个对立统一的关系 这个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整个呢 通过这个一步一步来把它解释 因为这个 我们知道啊 工业和农业的一个主要区别 为什么美国这个进入文明这个时代呢 就是有一个分工 就是把它细化 因为细节决定成败 之所以啊 这个我们进入现在的近代化 就是因为有了大生产 就是因为有了分工 我们这个法律上也好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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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上也好 都还有一个叫做定 国家的定位上应该都应该有个分工 所以说呢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决定的思路啊 有思考的思考的技术 思考也是有个有个概念的 思考要科学的思考 不能东西拿到西一棒子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我们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是最最应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该解决的问题 不过这个这里的关键就是key 这个know how 这个key是什么东西 那个know how 就是中华民国的定位 中华民国在哪里 互为二 我们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所以呢 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定义这个问题 把这个中华民国给定义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个概念 这个叫法律上就讲的概念 这个逻辑呢 我们讲这个这个法律是讲这个一定要清晰 不能够自相矛盾 现在呢 中国的概念呢 就是有点不清 所以就叫做 就概念不清楚 概念不清楚呢 所以说留下了很多混乱和陷阱 这个 就留下了很多 为什么说 大家的问题 大家的问题在这里找 这个问题的本身呢 今天我们讲的虚论 有个形式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这个英语的语言的关系 和概念的问题 概念的选词 语言 首先呢 我们说 国家 国际法上就叫什么叫国家呢 国家呢 就是一个国际法的主体 既然是叫国际法 我这本书呢 中国的原来驻联合国大使 叫吴建民 吴建民呢 他跟我写的叫 你看 吴建民 我跟他呢 有几次接触 后来吴建民是移民车祸死了 他这个很 很 原来呢 在深圳的时候 那个高教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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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会 后面有一个讲座 一个 一个论坛 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的 这个定位的论坛 我在那里呢 啊 做了一个 在那个论坛上 就做了一个发言 我就说了一个 提出了一个 同心同国 和一国两制啊 它存在的问题 啊 当然在大陆这个问题啊 就不允许 质疑 这个网易中央 不允许挑战一国两制 和和平统一 这个政策 而我呢 是最早挑战这个这个和平统一 一我两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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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和平统一呢 我就讲了呢 和平统一 应该叫做依法统一 什么是什么是中华民国这个republic of China 首先呢这个republic就是共和的意思 它来自于拉丁语系的就是拉丁语系的就是拉丁语系的它的意思叫人民的公共事务就叫做共和 那么共和国呢它的最早呢起源是古罗马啊 古罗马它来源古罗马 那么中国亚中华民国呢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共和国就不是啊 就一个是从数量上来讲 谁是统治者 我们知道封建那个那个就不叫封建说话叫做君主制 对吧 那个就论那个君主制呢 那个就叫做一个人统治国家 皇帝统治国家 所以说呢 共和国呢就是人民的事务就人民当家作主 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呢就牵着了一个什么是人民 什么是主权 什么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是在当家作主 主权在民不是在你个人 主权不是在于你个人 而在于你的公共事业 那个叫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 我今天讲这个概念呢 啊 这个实际呢在走向共和这个孙中山已经已经 已经就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呢 已经讲的讲过一遍 出讲的他讲的是在当时那个情 我这间房子叫1905 房子叫1905 房子叫1905 就是1905年呢 中国有两个 一个搞教育的 教育家呢 叫做严妇 不是那个前夫 叫严妇 他是一个 原来是海军呢 他是到英国去学海军 结果呢 那个孙中山呢 就去那个 去英国的时候 在英国呢 跟他有个会晤 就是1905年的会晤 就关于中国 向何出去 中国的命运 那个 孙中山呢 就提出了 要靠革命啊 因为 这个 这个教育来 他那个那个 严妇就说要靠教育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 国人呢 中国人呢 不开话 这个封建意识 封建思想 现在很混乱 就是这种奴财制 根本就 个个都想当皇帝 这皇帝的思想 包括袁世凯了 后来这个袁世凯呢 还有那些军阀混战 都是做皇帝 皇帝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很多地方上呢 我们的很多 很多 从 自下而上吧 自上而下 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皇帝的思想 就是说我一个人就说了算 这个事情 什么叫民主呢 皇帝世凯就是家党子 在家里 我在 从家里 到 到 这个 族群 到这个 小队 那叫后来就叫公社 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中国这个烟花的体制啊 就培养了一些 封建的残余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上次写的 1911年孙春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 创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并没有完成 这句话 不是中华民国那个年代有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实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代 从社会主义到 从新民主主义改造 人民公社到 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到 六四 然后到现在改革开放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就是 反帝反封建的 这个历史任务完成了吗 没有 我们现在 有多少的干部 是官僚主义也好 封建主义也好 封建主义也好 还是 那个 那个什么呢 来讲 成乎纳垢也满足的 南道女昌也好 人一绕得 南道女昌也好 还有口口声声的 这个 打在社会主义的喜好 实际上是做的 封建 皇帝 当皇帝这个思想 所以说作为美国,作为西方来讲,我们来了之后,我们就对这个问题比原来的认识就有一个飞跃,什么是民主,共和,法治啊,那么就是建立在,为什么要立法,就是对这个政府的官员不信任,对你社会上的人不信任, 这个孔子呢,这个弟子经,人之处性本善,他是把这么一个,人的性善,这个呢,法治呢,如法斗争了,这是法家斗争了,就是人之处性本恶,人从来生下来就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主地灭,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国家呢,所谓国家的体制呢,一个从那个统治者的成分来说,一个是一个人统治,叫做皇帝,少数人的统治,这叫私天下,私天下呢,这个私天下是什么,政党,一个党,一个族群,一个社团,做统治, 就是他说了就算。民进党当政,民进党就说了算,当家,你说了算,这个就是,包括那个江启成他们,你都在,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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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说了算,你当家,你立法院会,你都说了,日本也是当,自民党当家,自民党就说了,这个呢,就是俞家的, 这种家天下 不是公天下 公天下是什么呢 它有一种制度和体制监督 它是一个完善的 就是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中心 最大利益为中心 那么这个问题才叫做 就是以四万万人民 就是说全体中国人民 为中心 所以从李登辉也好 从马英九也好 从马英九还没这么说 就是蔡英文是这么说的 台湾是2300万人的台湾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台湾 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台湾 四万万人现在变成14万万人 所以说你这个当然叫偷梁换柱 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叫白马飞马 中华民国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这个国家概念 它是中华民国地方概念 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概念 所以说这叫做什么呢 自欺欺人 掩耳盗铃 这个叫弄虚作假 所以说这个是虚的 我们搞的虚拟经济 它就搞了一个虚拟政策 它是一个空头支票 这个蔡英文给2300万台湾人 开了一个空头支票 穿了一件皇帝的西衣 我们看见它是一个裸体的 站在台湾的裸奔 这个是我们就要把它这个话题 就像让它打回原型 打回这个蔡英文的原型 这个是不可能兑现的一条 一个支票 你不 谁 这个是他在这宣布台独 但是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空头支票 有没有人相信呢 有没有国家承认呢 作为联合国 这个国际法上的一个国家 作为国家 它是要有联合国的承认 要有自己独立的土地 军队 还有人民 还有主要是要有法律 要有宪法要承认 现在呢 台湾呢 有一个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呢 加上它那个中华民国 遗留下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军队 但是现在呢 它这个军队已经不是全国意义上 国家意义上的军队了 已经变成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军队了 这就像 我们在美国呢 它一个联邦的军队 它还有国防军 对吧 民兵 这个都是这个美国的军队要这么复杂 对吧 联邦有联邦的军队 这个这个各个州有各个州的军队 所以呢 这个呢 台湾呢 但台湾不是一个state 因为你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州 因为 为什么我们现在呢 看到了一国两制的这个这个这个弊端 而且看到了一国两制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个弊端 在实践过程当中呢 实践当中呢 变成了现在流出现了很多司法独立 这个司法独立完全完全独立呢 那就造成了中央的指定了另行不止 中央管不了地方 啊 连香港的问题都管不了 管不了的结果就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欺诈 不公平 对吧 就是 就是 他在台湾杀了人 跑到香港就无罪了 对吧 他在 这个台湾或者香港的人 跑到大陆去诈骗 去电军诈骗 要干什么 他跑回来台湾没事了 这个就是司法的空中 所以一国两制呢 这个司法呢 他就设立一堵墙 这个不回女馆 啊 他在你们那儿犯罪 在我们那儿犯罪 所以他回到我这里了 就没有罪 这个呢 作为一个国家 这个就除去困了 多少改革 因为我们改革开放过去是计划经济 还有在这个这个这个过去呢 就是在法制这个 还有这个资本的运作当中 法制运作当中呢 我们教育的非常肤浅 这个都靠我们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 为什么说血路 我们都是被骗的 骗体淋伤以后 最后 水本不归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像一个借条写个订金 啊 这个这个里面学问大了 都可能给你变成空中指标 这个欺诈而遇无诈 这就是市场上无坚不炸 你不要相信市场上任何一个人 特别是一锤子买卖的事情 或者是特别是非来的横幅 那都是诈骗的情况下 特别都不可以追查的 那都欺诈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网络交易呢 他的一锤子买卖呢 他你没有调查他的资讯 所以很可能欺诈 这个欺诈的现象就很多 除非呢 你这种是可查的 将来在网络可以追 可以那个追查的 消费者可以去通过这个三五这个认定 工商局可以追查 就是只有你在长期的情况下 他在资讯比较可靠的情况下 他才能相对的来讲 就是可靠性 真实性才有 而往往来讲呢 这个人本来的表现都不错了 很多年表现都不错 但是偶尔呢 最后才去 他最后了 他想不开了 他一锤子 他也可以 破坏 也可以做成欺骗 因为他看到金额太大 又或者太大了 他看你犯罪的风险 他值得他去冒这个放弃 坐牢的风险 杀头的风险 他这个动力就来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市场经济啊 就是法治经济 法治就是管理市场的 政治上呢 他是没有人来管 就是一个国际法来管 政治上谁来管呢 我们考 政治上也是欺诈 和市场上一样 这个政客呢 比那个奸商啊 还要刁钻 因为政客来讲 都是比较有 这个骗老百姓的 很多都是呼吁老百姓的 这样子来说 我们讲的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做的是满道的 难道理上 就是为市 打着工天下的旗号 来为自己的 私人的小圈子 来做事情的人 不管是在台湾 不管是在香港 不管是在美国 在大陆 都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 所以来讲 法治应该是超越意识形态 超越 那个种族 超越辐射 应该是一碗水端平的 但是实际上 现在是存在着不平 我们说法律面前 人生平的 实际上存在着不平的 为什么他在香港 这个一国两制 他在香港 他就可以特殊化 在大陆上 这个这个这个的 大陆上就不能够享受香港人的待遇呢 这就是表面上的公平 实际上的不公平 你给的他一定特权 他在你大陆 骗了这个 骗了一笔钱 跑到 跑到香港 他不还了 你大陆人又不能到香港去追查 而且起诉的 他的费用又非常的高 这个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我在香港都算是很 我在深圳的时候 是厂长 是第一家中外核权企业的厂长 那个副厂长 实际上就是厂长 因为原来的厂长调到森林市组织 组织部长 后来他又到南山区当吃鱼书记 叫鱼得很 后来他没有人管 就犯错 就像短期来讲 为什么呢 你总不去查他 他就会贪污 你要是经常去敲打他 都有人来监督他 他做一个动作 每个人都 看这个看那个 他就会 他就 他就 比较 比较少的 犯错误 毛泽东呢 他在犯 我们也经常用文化大革命来敲打 就又发明了一个方法 就是文化大革命来敲打当前派 他这个设计呢 一个设计的一个 原来这个监督制 他是靠人民来接监督 可是呢 他这个 毛泽东这个设计文化大革命 他的设计的理念 是想监督 算我们这些干部 我们中国的一些 这个人民干部啊 人民法官 人民军队 人民那个 这个人民公社的也好 他就想让这个东西呢 受到人民的监督 但是这权力一放下去啊 就整个就出东就变了 就走了味儿了 走了样了 所以中国的民主啊 比台湾还来得少 嗯 我们呢 因为他后来犯了错了 所以就委屈总结 台湾呢 现在的总结呢 现在已经走到了反面 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造反方 派姓这个这个这个阶段 走到了这个武斗的阶段 其实台湾就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粗形 现在的效果也是那么样的 那个台 现在的台湾这个这个 这个选举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隔维会 就是造反派头头 所以说什么中华民 陈一文的真实法律的博士论文一定是假的 因为他搞学术论文 他的这个标题题目就是自洽的 就是自相矛盾的 大家可能可能这个大陆人一看就旁观就清嘛 中华民国台湾是个国家 到底哎你说 这个到底是哪个是国哪个是家 中华民国是国还是台湾是国 所以呢 这个两个里面 这个国中国 所以说就是两个两个中心两个国家 对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不是矛盾的吗 对不对 大家这个懂的逻辑吗 所以蔡英文不懂逻辑 蔡英文懂的逻辑呢 就是欺骗 大陆呢 这个这个 但是呢 蔡英文在某种人有点小聪明 机关酸进又太聪明 这个聪明在聪明上呢 他用不在正道上 我们讲啊 习近平呢 一提出去年去年那个年初一提出和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九二公司这个基础呢啊 然后提出台湾方案 他马上就反对了 对吧 就把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台湾不接受九二公司 九二公司也不存在啊 你那个九二公司是和国民党谈的九二公司 不是这个 不是台湾人民全体的人台湾人民接受的 是你们的私营的 就是我刚才说了 中华民国是一个公天下 不是一个私天下 不是一个党天下 不是一个派天下 不是一个蓝天下 不是一个一个绿天下 而是一个公天下 是满地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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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说治不好,但是存在了一个,它跟中央对抗,在某中央的权,它成为一个对抗的局,一个对抗的,所以它管不好,它在这里有欺诞。 这就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欺骗大陆人民,香港人能够在生意上,商场上犯了罚,在台湾杀了人,回去不犯罚,所以以后我就要杀人,我就把他引到台湾去,我在那里杀了,我再回来吧,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漏洞,这个就是陷阱吧。 这个大家应该听得懂吧,这个叫司法,司法上的两个制度就把这个,就形成这个敲诈,欺诈,就是法律,奉法者没有办法来这个维护这个社会秩序了,这个司法秩序就乱了,就什么呢,你今天在这儿杀人不犯法,你在台湾杀人不犯法,你知道香港来讲呢,就是犯法,所以这个东西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就有的一些坏人呢,就产生了一些坏人,就专门去钻这个空子,就这样能够诈骗吗,他一次得手了,他下次还会更多得手,他诈骗成功了,他今天骗了10块钱,明天就骗100块钱,今天杀了一个人,明天就杀更多的人,对吧, 你强奸了一个人,明天又去强奸另外一个人,所以呢,这个就是社会动乱,一个隐患,就像新疆那些暴徒,他在新疆闹市,如果控制不住,他就越滚越大,就像六四运动,他的运动一再在天安门广场收拾不了,那全国各地就乱了, 所以呢,就法就,法不成法了,就变成乱了,就国家就,没有法了,就国家就无法无天,就乱了,啊,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呢,是讲了一个,中华民国的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在这细讲,啊,细讲的话呢,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呢, 理念的,理念上中华民国呢,它是形成的一种呢,是这个是,这个是,是一个互相监督的一个体制,它权力有个监督,这个监督呢,一个是,啊,体制与体制的监督,因为老百姓跟这个权力来比较,由当官来讲,比较起来讲,它是个弱势的一个群体,啊,那么它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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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强势,政府呢,它是个强势的金额 但是政府在强势的,它就容易犯冲 为什么美国呢?美国愿意容易犯冲 因为它的强权 为什么说两个人经济比较差不多的时候 不容易出现欺诈的现象呢?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相互的利益 所以都能够互相牵制 对他们都有了解 你今天骗了我,你只能骗一次 你下次就骗不了了 可是呢,蔡英文这些呢,今天骗了明天又骗 他现在骗不下去了 比如说,它是个国家,它骗不下去了 那么现在马脚就露出来了 对吧?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谈的是谈台湾,但是没有谈那个解法 具体来讲呢,我们还要谈 我们谈的第一步 是应该解决它的概念 什么是中华民国的概念 那什么是中华民国的概念呢? 我还在进一步再讲 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那个是二战以后,国家重组 那个新爱革命我就不谈了 新爱革命,孙中山回来,袁世凯 后来就先把立宪这个当中的法律过程 那个讲起来就偏提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解决现在现实问题 就是一个习近平怎么来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决定的权力不是蔡英文那么决定的 而是习近平他说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 也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为什么说台湾是不是政府呢? 台湾你说的政府啊,这个什么 那叫地方政府 台湾那省你作为一个中央政府 那叫做自己实际上他已经把那省去掉 这等于你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 那是一个虚的 在美国呢就不承认 美国也不承认你是个政府 你不要看那个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叫 叫non就是非 officer officer就是官员了 非官方关系 non就是非 你不是官方的关系 美国和台湾保持的关系 是民间的关系 不是,官员与官员,政府与政府 就是state by state的 不是,不是state的 不是州,不是邦 也不是政府 这个政府是地方政府 这个政府的概念 我们在国际法上的政府的概念 是中央政府的概念 这两个,所以呢 承认你的这个政府 是代表中央的政府 所以呢 那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时候 是谈谈 谈的是 中央,就是1949年 是中央,就是中央 中央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 这个是中央政府 是代表谁呢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 但是呢 当时呢,因为法律的支持啊 包括到现在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啊 中西方文化啊 法治学系 那些台大也好 中国人民大学也好 北大也好 没有把 我去,我到深大学 专门去找深大学的老教授和他们交演组来谈这个 啊,这个国际法 你看我这本书啊 是武漢大学出的啊 啊,那个,吴建民呢 签的字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权威的一本书 这张写的是 不是国家的继承 而是国家的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继承啊 中华民国 不是继承关系 他没有变 继承等于说 老子死了 儿子继承 他这个一脉相承 就没有变 大家听明白了 要把 要改 你说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中华民国 而是叫做 这叫白马飞马 我们的 我们的一听呢 就是这么 就听 就大家一听 中国人就听得懂 这个什么叫白马飞马 啊 他就 白马就不是马 但是 现在你作为国际法来讲 你只有承认你是中华民国的 啊 国家主体 你才有资格 在联合国这个组织里面啊 代表中华民国 听明白了吧 我希望 国台办 习近平 中央军委 十四亿人民 都听明白 听明白 这个中华民国 是 董毕虎代表中国共产党 当时还有 本来有 中文来还有一个 叫叫王 王 王上的 去参加联合国签字仪式的时候 就承认 中华民国 代表中国 就是 我们就是 作为联合国的一个 注册会员国 注册的 这个单位 这个大家懂的这个商业吧 我注册的华为 就是华为公司 就是华为 就是他的业务也好 公司业务也好 这个董事 那个 中华人民国 等于是说 现在是任正非 任正非就相当于 蒋介石 还不能说 相当于孙中山 孙中山完了才是蒋介石 第二人是 是政府的公爹 他是一个当家人 他注册法人 那么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国的话 是中华民国的法人 那个政府呢 就是法人 所以讲的商业关系的话 就是讲的 谁能够改 要想要注册的 就是联合国有三个组织 一个组织叫做联合国大会 就是所有跟大家一起商量日常事务的 做具体的事务的 另外一个呢 叫做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一个五个成员国 他是决定这个东西 安理会 他是决定一个 就像一个董事会一样 就是联合国的董事会一样 那么作为他的董事 他有这个决定任免 任免啊 那个总经理啊 任免这个国家啊 他是接受 接受国家 你这个会员国 开除新成员 接受新成员 开除老会员 注销老会员 那要通过安理会 你要注销联合国 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话 你必须通过在法律这个程序上 功能上 你必须通过安理会的程序 而不是联合国大会的程序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很多人呢 以为联合国啊 这个这个安理会和大会 哪一个都行 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铁楼警察各管一段 安理会管这个作废和注册 新国家 联合国大会是决定谁来代表这个国家 联合国大会的一切决定都是政府的决定 决定哪个是代表权的问题 代表权就是说谁来代表中华民国的问题 他的措施 所以说呢 大家 蒋介石没搞清楚啊 他不懂这个关系 这个 因为他是个军人 邓小平呢 打仗 原来中国的市场经济 他经过下乡 我们也下乡下放 没有实践呢 就没有发言权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经历呢 他就对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这个法律这个问题呢 他就有点啊 就是听听别 尊重别人的意见 但是自己本人呢 就要想知道离子的滋味 必须得自己尝一尝 就是没有生过孩子啊 就不知道生产生孩子这个过程 我们现在没有经过这个一国两制 资本主义这个这个市场的经济的运作 就不知道里面的商业欺诈 为什么杀出一条血路呢 不经过这个磨练啊 我们成长不起来 就这样 为什么说华为 这华为任正非呢 他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决心呢 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些东西 经历了这些磨练 经过这些敲打勒索 创小学 又经过学习比较 然后我们交了学费 就像 就像那个 他画那个飞机 我们遍体鳞伤 走到了今天 闯出了一条血路 现在呢 我们现在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 也是遍体鳞伤 人呢 学习的最快的速度 就是因为从自己的失败当中啊 吸取教训 增长知识 吃一切 长一致 不吃一切 不长一致 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 没有经过实践的 邓小兵就一定能够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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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香港问题就处理的 实践实践 毛泽东 他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社会主义 这个这个这个阶段 他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定能把这个 啊 后来这个打个 这个打药金也好 这个人民公社也好 那个什么什么样 这个不不 这个我们不能去责怪他 因为他要有个摸索的过程 但是过来了 我们知道他犯了哪些错误 但他犯错误 他也是伟人 啊 这人无足次 金无足次 人无完人嘛 君子之责 日月之时 啊 有错误就要改 哪个人都没有错误呢 啊 习近平都没有错误了 习近平在2019年这个讲话 啊 这个对台关键讲话 就本身这个问题就出 就带出了很多问题 嘛 他这个问题 香港 台湾问题 他就没有 就是 就不能够对症下药嘛 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的出口问题嘛 就基本 到底他没有解决 这个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呢 他没有说出来 中华人民国 我就是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在政府 为什么不说这种话呢 你说了这种话 哪能还有什么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不是个表的问题就出来了 你就说一个唐端正的我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我就是唐端正的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因为现在他在联合国上的那个联合国宪党还在上面就写中华民国 那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那个中国一天都不能够空啊 就像皇帝皇位一样 一天都不能够空啊 同志们 国台湾的同志们 中国的大法官 台湾的大法官也好 你们知道谁在联合国代表中华民国吗 你们知道谁在大陆代表中华民国吗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人民国政府在代表 你知道台湾在谁在代表 台湾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没有中华民国国军 他现在不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了 不代表中央政府的利益了 所以他叫东夏军 他就是一个地方军 民团 那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过演习的时候 他妨碍了你的军事 刺杀你的军事机密 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国家利益要高于统独立意识 是不是 国家利益要高于两岸的分争 国家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 这个问题我们要跟美国讲清楚 你美国 关于台湾关系法 你只能再解决 台湾人到了美国去 是按照美国国内法的处理 这个问题就对了吗 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那你就到美国去吗 这就叫做以 自一 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台湾法就是告诉你这么一句话 你这些搞台独的人 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你到美国去 他认为你是可以成为美国的国内法 按照国内法的人民 就是按照国内法的人民来对待你 我们从卡特1979年签订台湾关系法 到现在 我就去美国智库 我去过好几次跟他们谈这个问题 这就是美国的陷阱 美国给台湾人设计这个陷阱 台湾人要看懂了 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加入美国籍了 到美国去了 所以就没有看出拓展 所以道高于尺磨高于丈 所以大海就把这个问题 到了这里来研究这里 我不到美国来13年 我怎么能知道美国的法律呢 我怎么能知道台湾关系 我在一准七四年就给毛主席写信了 我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要搞改革 要技术要有革命 解放技术解放生产力 那个时候因为我高中的阶段 能够学习这个基本常识嘛 所以说呢 不能说 这三个美中方 现在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缺点错误漏洞 这个中国大陆党中央14亿人 有14亿人的这个榜点误区 人多不一定都是聪明的人 那么多经历过这个谈判 经过这个联合国 包括吴建民 我跟他讨论了半天 他跟我解释 这个不存在问题 中华人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哎 可是他的公共产法 他不敢这么讲 我敢讲 无关于神情 我敢讲 在美国我敢讲 我来了 我在中国大陆 我是工人阶级 我是农民阶级 我是国家的主人 我敢讲 可是 可是后来呢 这个经过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你们把我们这个声音呢 就当得很微弱 就按照 就是说 你不在其位 不谋其分 你 你 你就明不正的 言不顺 你就没有翻人权 我父亲你跟我说了 你不要把 这个 共产党 共产党 就说的 那么完美 是这样子的吗 就是因为人不完美 人物完人 从习近平 到江泽民 到邓小平 到毛泽东 都不是完人 你要做事情 就可能这件事情 你的看问题方法 有这样的缺点 有那样的漏洞 有那样的死角 今天我在这里说话 就有人有错的 你这样的理解 那样的理解 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